2024第一场宜兰人士集 5月25日将在宜兰市画龙一村来登场 并且以画龙纠察队为名 要带领青年朋友 透过士集、走读、表演、行动书车等丰富内容 一起揪出有趣好玩的东西 2024宜兰人士集开跑咯 宜兰人士集一直是宜兰青年朋友喜爱的活动 透过这个市集提供青年朋友、青年品牌 展授、行销、表演的舞台 今年已经迈入第五个年头 2024的第一场宜兰人士集活动 将在5月25日星期六在画龙一村来举办 画龙一村位于宜兰旧城区内 富有丰富的历史人文、匠师工艺 本身也是一栋历史建物 我们将以画龙纠察队为名 要带领青年朋友透过市集、走读、涂鸦、表演、DIY、行动书车 以及戏曲赏西等丰富的内容 在富有历史蕴含的旧城里 一起揪出好玩有趣的东西 为了丰富活动的内容 主办单位预计招募30到40个摊位 欢迎具有茶味、趣味、美味、古早味、旧城风味 以及宜兰人情味的店家、个人工作室 以及非营利单位踊跃来报名 市集摊商也热烈招募中 我们要邀请最具有茶味、最具有趣味、最具有美味、 具有古早味、具有旧城风味 跟最具有宜兰人情味的特色商品 符合上面各式风味的你 欢迎报名来参加 报名的详情资讯请洽 宜兰县政府青年事务科FB粉丝专业 我们也要邀请所有的大小朋友 在5月25星期六那一天 一起来到花龙一村 参与这场有趣的盛会 县政府表示 宜兰青年创意以及活力无穷 将会持续办理多元形态的活动 让青年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宜兰新闻记者 赖福新采访报道